好來看到2024現在在野陣營真的是大分裂 那麼鴻海的創辦人郭台銘他悔氣了承諾 宣布要參選總統 他要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來展開連署 那當然現在國民黨的人士 紛紛來力挺黨籍推出的提名的侯友宜 台中市長盧秀燕也表態 他說什麼呢 他說真誠勇敢有行動力 正是此時台灣最需要的領導人 好他也講到啊 他說之前呢跟侯友宜一起來走過國民黨的最低潮 那麼2024國際的情勢威脅到了下一代 兩岸真的是兵凶戰危 現在呢是國民黨重返執政的關鍵時刻 所以呢 秀燕要拜託所有的好朋友 給侯友宜這個持家的一個機會 讓鐵漢讓漢子來看顧我們的未來 好看得出來呢 這個燕子呢是率先來表態要來挺侯友宜 那麼呢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後遺不是之前才三顧茅庫 三訪張榮衛這個成功嗎 好那當然現在呢 因為這個郭台銘宣布來出來參選之後 也被外界解讀 那所以張榮衛是不是有可能就不挺郭呢 好會轉而來挺侯友宜 好那看到董哥說現實來說呢 雲林縣長張立善他已經當兩屆了 被認為是最有實力來接替的 絕對是張榮衛的這個女兒好張家俊 而且呢他還要靠國民黨來提名 好所以呢應該是會跟侯友宜好來靠攏才對 好另外我們要來看到高雄市的前副市長葉匡時 他怎麼說好他送給這個郭台銘好 他說呢名義大於黨義郭義大於民義 他說呢公義大於私利 我欲大於公義好 他是這樣子來送給郭台銘的 那橫批就是明治未開好 這個明治中間的明這個是有雙關的嘛 好另外看到蔣萬安說呢 那也要送一句話給侯市長 安危他日中虛丈 甘苦來時要共嘲 所以呢說會一起拼一起改變 重返執政不會太遠 好看到呢現在啊三個人都要這個選到底 那碰到這樣的狀況 好這個前立委郭正亮就說啊 衝突管理有一個角色叫做引導者 好現在非律三方到底要怎麼談 最適合來到引導人的就是韓國瑜了 他說呢他的公正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韓國瑜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我們來聽一下亮哥的分析 因為我是教衝突管理的 我們有一個角色的設定叫引導者 就是雙方 衝突嘛 那始終沒有結論嘛 那這個引導者要引導到大家設定的目標 他剛剛就在講這個 就是說一定要有一個引導者在現場 而且他的備份也扣高 大家才會服嘛 那要引導到什麼呢 事實上聯合早報這個記者就是問同樣的問題嘛 就是說你們主流聯盟的民調三個人都在下降 總和也在下降 那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當副的嘛 結果郭董怎麼回他 郭董說你來台灣幾個 對啊 知道那個記者我認識 那個記者實際上就是問了我的問題 不是嗎 我就是問這個問題 說每個人都要當正的 那怎麼整合啊 對不對 那個記者就說我來三年啊 然後郭台銘跟他說 聯合早報是好的報紙啦 可是你來台灣學壞了 挖洞給我跳 你是在說什麼 就有點酸 人家問的是很誠意的問題 事實上就是潛秋剛講的 就是說你自己今天忘了講沒關係 那至少喝咖啡那個場 你們至少弄個說 我們不一定當正的嘛 那我們就第一個時間點嘛 對不對 那潛秋剛跟我講說 本來聽到有好消息 是11月初嘛 那結果今天沒有講出來 因為你這個一定要有時間點的啦 不然一定會破局的 因為到最後一定要整合成一組嘛 你到時候登記 那耐心得就結束了啦 就贏了啦 一定要整合成一組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時間點 那11月初也是好時間啊 還行 然後就是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一定有我啦 可是不必在我啦 這個心胸敢拿出來 這個如果三個人都不好講 那那個引導人就很重要 所以亮哥口中引導人 韓國瑜感覺最適合 最適合 因為這三個人都認識他 而且他的公正是沒有問題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 798 CTI 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請教主講 remedy 留高弛士 請教主教練 請教主教練 請教主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